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件事情 实际上这种事情基本上在深周大地 每天都在上演 就是屡见不鞋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值得来提一提 因为从这个事情 可以折射出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可以深度地考察中国社会 也能回答很多人心目中 就是中国到底是怎么样 关于中国的一些印象 确实我觉得很有意义 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视频 不要带过来 你们给我个 splendor 你拿个降大 我说你拿个屁所 你拿个滑 我说你拿个滑 你拿个滑 你拿个滑 你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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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去 快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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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干吗 你干吗 那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爸爸 爸爸 我不拍 你又到我好生世了 你干吗 不是 干吗 你干吗 干吗 干吗 他不要作回还 你也行 我把作回 小姐还帮我去 都做些了 masterpiece 你 invented the 吗 你把饼里面对付给我 你的手机你把饼里拿着 你把饼里面对付给我 你把饼里面对付给我 我交给你了 你干吗这饼里来了 我把饼里面对付给我 你把饼里面对付给我 娃娃娃娃娃 DC 就是比 était 他是吐 hazah 是罵 ,但是他硬置他 走不错了 用什么叫做 不是 这是就 Chinese 借着去 快 我要真的走 去 你们 你要 это 你要不要 Нonde 收 你 我的妈 你妈 坐 唉 我和你你 给你 别别别跟他打 你打你打这不是自贵 别跟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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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还手 别还手 千万别还手 哥们 千万别还手 还手 你是李坤 真的 千万别还手 再忍一忍 再忍一忍 别跟他还手 �击 别打 别走 咋 他剩下这个鸡蛋让图耳朵刺息的 有天,他又和他的家 这个事情大概的经过的话 就是这个女司机开着路虎 然后例行非常的嚣张 那个小伙子还是个退伍军人 因为没有让他就遭到他的殴打 并且伤得还挺重 我看口笔流血 然后手都在发抖 应该是伤得挺重的 据说后来有网友分析 实际上那个女的她不是拿手在打 她手上是拿到东西的 我看了一下回方的镜头 有点像是一个那种手机支架 所以说那个小伙子才会被打得那么惨 但是最后处理的结果的话 让人大跌眼睛 实际上对我们国内的人来说 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处理结果 就是那个女的所谓的被处理了 然后什么行政拘留十天 结果后来发现是在自己家里面 然后什么罚款一千元 那个小伙子伤得这么重 然后在医院里面住院 据她讲已经花了四五千块钱了 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 所以这就是现在中国这种事件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情况 实际上从这个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从实际上非常中国的一个事件 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很多有意思的一些现象 比如说首先那个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你看有一个背景的一个身影 实际上是个好心人 这个好心人他一直在帮那个小伙 录像取证 然后一个劲呢在提醒那个小伙 忍住忍住你千万不能还手 你一还手你就理亏了 这个就涉及到中国现在的一个法律 叫护欧法 护欧法案 那个非常有名的大名鼎鼎的一个法案 就是说哪怕你遭到了别人的攻击 莫名其妙的攻击 你占有理 但是你不能还手 你一还手就是护欧 这种案件我们看了很多了 并且最终的处理结果 你会被处罚的更重 实际上在前不久就在7月份的时候 在川正线上318国道 也发生过非常类似的一起事件 也是一个车例行 然后一个红衣小哥 建议勇为出面致止 结果车上跳下了一个泼妇 号称已经怀孕了 然后就主动攻击他 然后施打辱骂 最后这个红衣小哥忍无可忍 然后做了还击 就是可能伞了耳光 然后扯了头发之类的吧 最后处理结果下来了 那个红衣小哥赔了1万块钱 给那个女的 给那个泼妇 这就是这个处理结果 你说你例行肯定违法了吧 你主动攻击人家违法了吧 但是你只要是还手 你哪怕坚有为 或者你债有理 警察就会首先处理你 并且处理得非常重 直接让他赔了1万块钱 不然的话可能就是面临严重的后果 因为这个事情就取决于警察的态度 警察他要威胁你 那个是他是有很多办法的 你不得不从的 实际上我有切身的经历 在多年前有一次我在汽车站买一张车票去重庆 当时在排队的时候突然快到了 我都快到窗户窗口了 突然一个小伙 直接插队 并且插队的过程中 他是强行插队 好像还撞到我一下 我当时就很气愤 然后就想把他揪出来 就揪了他一下 然后最后他还不一不老 非常凶恶的那样子 一个混社会的 然后跟我18了半天 旁边的什么保安那些 就是装着没看见 最后没办法 就让他先买个票 我以为这个事情过去了 结果我在后车的时候 他就摇了几个人过来 然后两个相当于混社会的 然后来找我 当然在那个后车大厅 他们也不敢动手 然后最后保安就把我们叫到那个警务室 这里是有警察的 就是坐在那里处理这个事情 他听了那个原文以后 并且那几个社会人非常嚣张 在警察面前就在那里放下狠话 说今天这个事情不好生处理 反正就是没完没了 反正我肯定是出不了车站 会怎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警察处理方案出来了 就是让我给他道歉 说我先动了手去拉他 我当时在这种气氛之下 人又在外地就没办法 并且我还急着去坐车 所以最后来我就给那个人 就是相当于道了个歉 我说虽然你插队 但是我首先来拉你 可是不对的 然后还跟他握了一个手 这个人跟我拭目相对的时候 还恶狠狠的 但是他看见我 实际上眼中 就是并无巨色 所以说他最后也信心而走 但从这个事情也看出来 实际上我当然受到了屈辱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羞辱 就是中国的法律 还有那个警察 因为这几个明显就是 混售会的在警察面前 在警务室这么嚣张 然后最后是他首先屈服了 他向法律 是背叛了自己的法律 所以这种事情的话 每个人相信都有切身的经历 时间一长的话 大家都是什么呢 都是静若寒蝉 碰见不公平的事情 大家都不敢出来 所以我不知道 这个法律它的意义何在 我估计就是这个意义吧 反正我看到这个法律 我每次就想到 马上脑海里面想到 古代的一个故事 叫指鹿为马 就是当时在秦二世的时候 当时的全臣赵高 有一天拉了一头驴 到朝廷之上 让大臣说这是什么 当然大家都说这是驴呀 然后秦二世说这是马 从此以后 我说它是马就是马 可能这就是这个法律的目的吧 就是以后什么对什么错 所有的人类的常识都不重要 就是我说的就是最重要的 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可能就是要达到这样一种效果 所以这就是中国的法律 另外说的那些人呢 形形色色确实也很有意思 首先那个小伙还是退伍军人 这么年轻 后来他自己在说嘛 他说他不是害怕 他是因为什么 自己车后有自己的老婆小孩 坐在车上 所以他不敢动手 正因为你后面有老婆小孩 你要起身保护他 你即使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安全上的威胁 你作为一个父亲啊 作为一个丈夫啊 你这么窝囊 这么委屈的情况下 你说对你的老婆小孩 他们的心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反正换着我的话 在这种场合 那不管是谁 我肯定是奋力一波 哪怕是坐牢了 怎么的 我也不管了 因为这种对你老婆小孩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啊 是远远超过你自己去坐牢的啊 并且对他自己来说 他的那个心理以后肯定是扭曲了啊 肯定以后是变态了 招齿重创啊 你想一个大男人被一个女的当街羞辱啊 全国人民都看到了 打成那样子 不敢还手 你说以后你还有脸去活人吗 他可能当时没反应过来 但是事后的话 对他心灵的那个创伤是很大的啊 如果是在国外的话 那肯定要长期去看心理医生的啊 但是在中国的话 没人管这些 所以说现在社会上有很多那种 什么随机杀人啊那些 他肯定是以前受到委屈 心理已经扭曲了 已经变态了啊 我觉得那个小伙子以后这辈子完了啊 他那一家人也就是完了 所以这就是中国社会啊 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神经病啊 大概10% 我觉得中国社会绝对超过30%啊 所以说你经常上街啊 你会看见那种很不正常的那种人 当然你只有躲他远远的啊 你不要去招惹这些人啊 我觉得社会上啊 从此以后又多了一家神经病啊 就是那个小伙子啊 另外的话就是这种闹事的那种人啊 实际上这种人他是非常有技巧的啊 中国的那个痞质啊 那个他是完全知道法律的容忍的程度啊 他尺寸掌握得非常好 比如说他会当街拿着刀去捅人吗 他不会啊 他知道肯定会会坐牢或者是枪毙的啊 但是他就是去跟你啊 流打辱骂啊 来来来羞辱你啊 他知道啊 你不敢还手 你一还手的话啊 警察都会收死啊 并且你会死得很惨啊 所以他们完全精准的把握的这个尺度 所以说以后社会像这种人就会越来越多啊 我们天天看见这种事件啊 那非常有理啊 哪怕例行啊 你还必须给他让道 你不让道的话 他就下来收拾你啊 最后警察会保护他啊 所以 逐渐逐渐啊 这个社会就会理想会成为一个什么 就是痞子当道的社会啊 就是好人 就是无容身之力吧 所以说这就是这个社会啊 造成的一种现象 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个社会的男人啊 也值得一说啊 包括像那个红衣小哥那起事件啊 那个孕妇啊 下来撒泼啊 但是他的那个男人啊 最开始坐在车上 一直拿个手机在那里拍啊 然后最后他下来了 全程看见他的老婆挨打啊 然后全程没有动一下手 没有动一下手 小手指头啊 全程录像 然后用语言在那里说 他是孕妇 你欺负他干嘛啊 在那里录像取证 最终啊 他胜利了啊 赚了一万块钱 但是这样一个小伙 这样一个年轻高大的小伙啊 然后那个装扮还很酷啊 这里还留了一座胡子 好像很受惠的那种人啊 变得这么油滑啊 这是最大人可怕的啊 以后中国社会还有男人嘛 这个男人完全就像集体被阉割了 阉割了一样啊 你说这种社会以后 当然下面的话 我真的是不敢说了 所以我第一反应啊 我每次看到这种啊 就是赶快走吧 赶快走吧 这个社会真的是不适合我啊 这种法律体系啊 这种社会的结构啊 这种脾子当道的社会啊 我真的没有办法适应啊 对不起 我只有先散了啊 就是先走为尽啊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心心念念啊 必须要移民的原因吧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